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上几期视频咱们介绍了圆周率π的一些性质和算法 今天咱们来添个坑 咱们来说一下古埃及分数以及连分数表示法 先从连分数说起 连分数的概念说起来复杂 但是看上去就会超级简单直观 比如说√2约等于1.414 如果用连分数表示就是这样 再比如说圆周率π约等于3.14 用连分数表示就像这样 如果不用数学语言非要描述的话 那就只能说形如这类连续分数的形式就叫做连分数 狭义上连分数所有的分子必须都得是1 如果分子不用是1 任意整数都可以 甚至可以是个函数 那么这个连分数就叫做广义连分数 比如说π就可以表示成很多种广义连分数的形式 这些公式同样看起来很好看 好 下面咱们就先来说一下 这个连分数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灵感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呢? 古埃及时期 公元前4000年左右 古埃及人对现代数学体系有很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古埃及人最早使用了石金质 再比如说古埃及人最早发明了分数的概念等等 其实都是源于生活 说我一块土地要平均分给三个人 每人会分到多少呢? 这其中就包含了除法和分数的思想啊 但是古埃及分数有个特点 就是古埃及分数只有单位分数 什么叫单位分数啊? 就是分子必须得是1 像1Ⅱ、1Ⅲ、1Ⅳ 这些就都是单位分数 像什么5Ⅴ、2Ⅴ等等 这类分子不是单位1的分数 在古埃及人眼中是不存在的 那假如说我现在就想表示2Ⅴ 怎么办呢? 那就得写成单位分数之和的形式 有头说我知道了 那就把2Ⅴ表示成两个1Ⅴ相加的形式呗 不行 古埃及人还有个怪癖 表示成单位分数之和还不行 所有单位分数的分母之间还需要各不相同 啥意思呢? 比如说2Ⅴ还可以写成1Ⅲ加上1Ⅴ的形式 这就可以了 都是单位分数 而且分母还各不相同 能听明白吧? 那像这类分数表示法就叫做埃及分数 或者叫古埃及分数 所有的有理数都可以写成埃及分数的形式 比如说最简单的1就可以写成1Ⅴ加上1Ⅲ再加上1Ⅴ 至于为什么这么写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好表示 在古埃及时期1Ⅴ有一种特殊的表示形式 就是上面类似于一个眼睛的符号 它就表示1Ⅴ 1Ⅴ就在下面加几个数条 逢时进一 十、百、千、万都有自己的符号 所以至于2Ⅴ就没有 自然就没法表示了 不过1Ⅴ、2Ⅲ、3Ⅴ和3Ⅴ比较特殊 它们就都有自己单独的符号 但如果说我每一个分数都用一个特定的符号来表示 那显然做不到啊 那我得多少符号啊? 所以大部分分数都得表示成单位分数相加的形式 这些都是人们考古的时候发现的 古埃及留下最宝贵的数学资料叫做植草树 这东西是啥呢? 说在尼罗河畔有这么一种水草 叫做植缩草 每年尼罗河泛滥之后植缩草也跟着泛滥 古埃及人就想 这东西能干啥呢? 他们就把植缩草的叶子顺茶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 然后平铺在木板上 捣碎了晒干之后就变成了一张纸 在这种纸上记录的文字就叫做埃及植草树 现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植草树主要有两部 一部在大营博物馆 著名的莱因德数学植草树 但是注意啊 莱因德不是作者 他是一位算是考古学家吧 主要研究埃及历史的 19世纪中期的时候在埃及迪比斯人们就发现了一卷植草树 上面写了一堆看不懂的文字 还是莱因德把这卷植草树私人买走了 后来卖给了大营博物馆 所以一般就叫做莱因德植草树 这本还是一本复制品 作者叫做阿姆士 大概是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复制的 原本谁写的 哪去了都不知道了 另外一部植草树在莫斯科 一般就叫做莫斯科植草树 这两部对于人们研究埃及文化、文字、数学等等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好了 越扯越远 那咱们说回来 直接上白板 刚才咱们说1可以写成 1分之1加上1分之1加上1分之1加上1分之1的形式 那有个问题啊 这种写法是不是唯一的呢? 不是 比如说6分之1就等于18分之3 那18分之3我单拿出一个18分之1 还剩下18分之2 也就是1分之9 所以1还可以写成1分之2加上1分之3 再加上1分之9 再加上1分之18 那显然还可以有很多种写法啊 所以古埃及分数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 在数论当中把像数最少的表达式叫做最优的 那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算法可以得到任意有理数的最优埃及分数呢? 这个算法目前还没找到 不过人们发现了很多算法倒是可以得到埃及分数的 咱们只举一个例子 这个算法叫做贪婪算法 比如说7分之8 它的埃及分数怎么表示呢? 首先我们就用分母除以分子 也就是8除以7 然后取个整加一个中括号就代表取整 不是四手五入 是把小数部分舍掉的意思 8除以7等于1点多 所以取整之后就等于1 然后我们用这个结果加上1再取倒数 就是第一个单位分数 啥意思呢? 假设这个结果是a 那就是a加上1然后分之1 所以第一个单位分数就是1加上1分之1等于2分之1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对剩余的部分再次进行上述操作 剩余的部分就是8分之7减去2分之1等于8分之3 8除以3然后再取整就等于2 所以第二个单位分数就是2加上1分之1等于3分之1 然后3分之8减去1分之1 这块注意啊 当某一步的结果直接是一个单位分数的时候 则计算停止 比如说3分之8减去1分之1等于1分之24 所以第三个单位分数就是1分之24 这样7分之8的IG分数表示法我们就找到了 刚才说的这个算法就叫做贪婪算法 细心的同学肯定有个问题啊 刚才咱们说任何优理数都可以表示成IG分数的形式 可是咱们举的例子 貌似都是小于1的优理数啊 对于大于1的优理数也可以表示成IG分数吗? 可以 但首先咱们需要确定一个事 那就是所有单位分数相加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1分之1加上1分之1加上1分之3这么一直加下去啊? 你看 调和集数又出现了 因为调和集数是发散的 所以所有有理数不管多大都可以表示成IG分数的形式 怎么计算呢?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2 那我就把调和集数从最开始往后写 1分之1加上2分之1加上3分之1 写到再多一项就大于2了 那就停 比如说这个例子咱们再写一个4分之1就大于2了 所以2的ID分数前三项就是1分之1加上2分之1加上3分之1 之后再做差 你会发现它与2之间刚好差一个6分之1 单位分数 所以2的ID分数表示法就是这些 那如果说我做差之后不是一个单位分数 那就再通过贪婪算法或者其他的算法去计算 能明白吧? 好 这是具体计算ID分数的问题 关于ID分数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猜想 就是刚才咱们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最优的算法 可以确保得到最少的项 但是对于特定形式的有理数来说 写成多少项ID分数才算是少呢? 两项 貌似不够 三项好像差不多 对此数学家Airdisch和施特劳斯提出了这样一个猜想 他们说对于形如4n分之4的有理数 其中n是正整数 且n要大于2 这个数必定可以写成三项ID分数的形式 换句话说就是n分之4等于x分之1加上y分之1加上z分之1 这个xyz可以找到正整数解 如果是强命题那就还得再加上x不等于y不等于z 如果是弱命题那xyz就可以相等 那么n大于等于2就即可了 因为4分之4 就是2如果写成三项只能是1分之1加上1分之1 再加上1分之1的形式 这个猜想就叫做Airdisch-施特劳斯猜想 目前就属于数论当中人未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过计算机验证了在n10的17次方的情况下没有找到反例 但仍然是猜想 好 那关于I级分数咱们就介绍到这 下面咱们来说连分数 在数论领域从I级分数就延伸出了另外一个分支 那就是连分数 就是咱们开篇介绍的 形如这样的分数就叫做连分数 其中A0是整数 其他的an都是正整数 那时候我把一个数写成连分数的形式有什么用呢? 对于古人来说连分数有一个优点是I级分数无法做到的 那就是逼近 简单说就是求近似值 比如说古希腊人发现了一个方程 说x的平方等于2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方程的正根就等于√2 可是对于古人来说√2具体等于多少呢? 他居然没有办法用整数或者分数来表示 这就是无理数的起源 但是我总得想了办法来知道它的大小嘛 比如说它是比1大啊还是比1小啊 它在哪两个分数之间呢?等等 古希腊人是怎么做到徒手开根号的呢? 这样 我们把这个方程稍稍改动一下 我从右边借一个1过来 那就是x的平方-1等于1 左边就变成了x加上1乘一个x-1等于1 把它除到右边去就是x-1等于x加上1分之1 所以x就等于1加上1加上1分之1 到这你会发现左边有一个x 右边有一个x 那如果我们把右边的x用整体的这个式子替换一下 那就变成了x等于1加上1加上1加上1的1加上1-1加上1加上1就要一个1 诶这个好 那我再代换一下呢? 又变成x等于1加上2加上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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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2加上…… 发现规律了吧 这个式子就是√2的连分数表示法 只要从任意位置给它截断 就可以求出根号2的近似值了 古希腊人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对根号2进行徒手开根号 而且理论上想多人就可以多准 并且算着算着就发现根号2这个数太奇怪了 居然不能用分数表示 所以就有人牺牲了 这是个秘密 那你会发现根号2写成小数看起来就比较乱 但是写成连分数还是很有规律的 那如果说如果这里都是1 也就是说1加上1比上1加上1比上1加上1比上1加上... 那这个连分数表示的是什么呢? 看啊 假设存在这么一个方程 y等于1加上1分之1 我把这个y不停的替换 是不是就得到这个连分数了呀? 那这个方程它的根是啥呢? y方等于y加上1 y方减去y再减去1就等于0 这个方程的正根是什么呀? 2分之根号5加上1 约等于1.618 这就是黄金比例常数φ 这块咱们说过 对于一个连分数来说 我从任一位置给它截断 就是后边2都不要了 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它的渐进分数了 比如说φ的渐进分数就是1分之1 然后1分之2 2分之3 3分之5 5分之8 这就是菲伯纳西数列构成的 对吧 什么叫做渐进分数呢? 不单单的说是单纯的离数值近 每一个渐进分数都是一个最佳有理数逼近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 这块各位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下面咱们来说连分数的几个小性质 思考这么一个小问题啊 是不是所有的实数都可以用连分数表示呢? 是的 并且有理数的连分数就是有限的 无理数的连分数就是无限的 一个无理数的连分数形式有切只有一种 不包含广义连分数啊 咱们就说分子是1的连分数 有理数的连分数表示如果不算尾随的1 也只有一种 啥意思呢? 比如说4分之3 它的连分数就是1加上1分之3 对吧 你说我不 我就要写成1加上 然后我把3拆成2加上1分之1 当然这不写也可以 如果要是不算这种的话 那有理数的连分数就是唯一的 第二句话 如果一个无限连分数存在循环 当切紧当 它是一个二次无理数的连分数表示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所谓二次无理数就是指整数系数的二次方程的实数解 比如说刚才说的√2 还有φ 它们的连分数都是会存在循环的 因为它们都对应了一个二次方程 那咱们来猜想一下 π它的连分数是否会循环呢? 换句话说是否会存在规律呢? 不会了 因为π是超越数 也就是它不是任何有理系数代数方程的根 所以π的连分数没有规律 那既然没有规律 那我们如何得到π的连分数呢? 通过其他办法计算出π的小数近似值 然后再转换成连分数形式 啥意思呢? 比如说我现在已知π约等于3.141592653 假设我就取这些位 下面咱们就来计算π它的连分数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3了 3加上 下一步就把剩余的小数部分给它转换成分数 但是注意要变成一个近似的单位分数 也就是说分子得是1 你们可以用计算器 0.141592653 它就约等于7.0625133分之1 所以就相当于加上一个7分之1还不够 我这还需要再加上一个数 还需要加多少呢? 那我就把7拿出来 剩余的小数部分我再给它换算成分子1的分数 那0.0625133 它约等于15.9965959分之1 同样取整15 加上剩余的小数 剩余的小数呢 再换算成分子1的分数 太繁琐了 意思明白就行了 那我就直接贴出来了 我们从第一项阶段那就是3 从第二项阶段就是3加上1 7分之1 也就是7分之22 之前咱们说过这个叫做约律 对吧 下一项就是106分之333 再下一项是113分之355 这个就是密律 也叫做阻律 再往后是33102分之103993 以此类推 这些就叫做圆周率π的渐进分数 也可以叫做这个连分数的收连 在古代这几个分数都曾经用来表示过圆周率π 好了 时间关系 关于ID分数和连分数 咱们今天就简要介绍到这 肯定还是有同学存在疑惑 就是我们计算连分数有什么用呢? 还这么麻烦 我直接用小数不就好了吗? 其实计算一个无理数的连分数 不仅仅可以解决最佳逼近问题 连分数问题还与分形有绝妙的联系 可以说分形在经典数论当中的例子就是连分数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说数论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哥德巴克猜想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吗? 貌似也不能 我要说因为有趣啊 这肯定不是标准答案 因为一定有人感受不到这份乐趣 总之数学家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低调而且有内涵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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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